。。。 大家好, 我是 Masa 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好吃的冬饭料理 他叫豚のてりやき丼 然后中文是焦烧猪肉冬饭 最近都不方便去海外旅行 大家应该有开始怀念到海外吃当地的美食吗? 其实在家自己做喜欢国家的料理 也可以享受到海外的气氛 很方便的是去草市就会看到 很多种类的食材可以购买 那这次影片的主题是这个购买的部分 而买东西结账时候拿到的一张小小的纸 就是发票 现在这个东西发展越来越好 我记得刚来台湾时候买东西拿到的都是很长的发票 最近拿到的大部分都是变成很小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有一张纸 要放入自己的钱包 每次买东西一直塞进去 然后钱包越来越厚 其实现在台湾已经有一种发票 它叫做云端发票 而且也推出了一个官方的APP 叫做财政部统一发票队长APP 利用这个APP就可以把云端发票储存起来 不用再印出来发票 这样子你买东西或者是去餐厅吃饭 结财的时候就不会拿到一张纸了 因为发票已经帮你存在云端了 所以这一次我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APP 到底怎么用 然后再释放美味料理 好了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云端发票是什么 有的会叫电子发票 它就是发票存在云端的意思 但是手上没有电脑 怎么存在云端 其实操作完全不会复杂 你只要利用这个手机条码 就随时可以存发票 手机条码是下载这个APP之后 线上线程就可以拿到自己的条码了 在买东西结账时候 就请对方扫描自己的手机条码就好了 我最常用的方式是利用手机小工具功能 把条码放在手机的首页上 买东西逼一下 发票就存起来的 还可以随时查询明细 非常的方便 这个APP因为是官方推出的 所以安全面也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部分是 在开展时候就会自动帮你队长 如果中奖呢 只要设定好领奖账户资料 中奖奖金马上会到户头 如果还是拿到值得电子发票 然后中奖呢 也可以在这个APP上直接领奖 又快又方便 那么 我这里有结账完成买回来的食材 现在要赶快开始做料理啰 好了 以上开始做 早饭 放入筍ização 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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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鍋 放入烤肉 加入烤肉 倒入烤肉 加入烤肉 切成熟的肉 加入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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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煮成熟 加入生姜 成熟 小麦粉 加入生姜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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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用冰箱和冰箱 煮熟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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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去水 切成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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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骨 切成骨 鸡蛋 今天就有非常好吃的 豚のてりやき丼完成了 OK 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吃了 我这一次做的这个 丼丼丼饭是非常的丰富 我有很大的3片的猪肉 好咯 那就赶快开始吃咯 Dewa Itadakimasu 嗯 这个肉片比我想象的还嫩很多 因为像这一种肉片 是没有很多脂肪嘛 但是我就要了就很容易就断掉 口感是非常的嫩 然后这一次我用的这个酱汁 我是用这个浓缩一点的焦烧酱 跟这个白饭一起吃哦 这个真的一定是无法停下来的 好了 这次介绍的料理做法非常的简单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 透过这支影片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储存云团发票的操作方式 可以结合官方的APP 在买东西结账时候 你只要习惯说我发票要存载具 然后逼一下发票就会储存了 开始使用之后就会知道它真的很方便 也可以解决钱包越来越厚的问题 哦对 这一次刚好我也有 中发票200元的 现在就来用这个APP 领奖试试看 然后我来就开手机 然后手照一下 哦 真的有耶 嘿嘿嘿 很棒 可以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希望大家享受美味方便的生活 谢谢